刘强东在美北区留着曝光,昨天晚上12点44分,乔报在美国媒体中率先报道,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涉嫌性签案,今天得到美联社,纽约时报的媒体证实,而且刘强东的监狱照已曝光。 据美联社报道,明尼苏达州和尼平县警察局的监狱名单,Hennepin County Sheriff S.J.Roster显示,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工,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,因涉嫌性行为犯罪被捕。 后来被保释,美联社新闻截图,此前乔报记者查询到,在2018-21695的序号中,显示出Loki and Donn并被明尼苏达警方指控为犯罪性行为, Criminal, Sexual, Conduct并标注被已经被释放,Released, From Custody, 戴在保释金信息上,标注为林在指控状态一栏中,标注为已释放,又待起诉Released, Pending Complaint, 明尼苏达州赫尼平县警察局的监狱名单,乔报记者设,根据赫尼平县警察网站的说法, 刘强东于当地时间周五晚间被捕,并于周六下午释放,目前正在等候正式起诉, 负责调查该案件的明尼苏达州明尼埃波利斯市警方发言人约翰·埃尔德 John Elder在中日表示,他无法提供任何细节,因为调查仍在进行中,他拒绝透露刘强东在何处被捕,以及刘强东因何被控, 埃尔德说,警方本可以将刘强东拘留到周二,但在进行调查时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, 明尼苏达州的法律规定了无重程度的性犯罪行为,从严重的轻罪到重罪, 涵盖和从非自愿接触到暴力伤害等一系列广泛的行为, 刘强东的监狱记录并没有显示其涉嫌哪一种性犯罪, 京东回应否认,警方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, 京东公司在事件传出后对外,趁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, 遭遇到了实施指控,经过当地警方调查, 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,并指责网络传播上有不实传言。 微博截图,次微博消息一出, 网友们立马表示京东公司澄清速度如京东快递的速度一样快, 并纷纷开始调侃。 王思聪吃瓜,价格没谈妥, 而作为娱乐圈级结尾的王思聪一向快言快语, 凭借一路手撕娱乐圈, 让整个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被炮轰过。 这次王思聪不单单撕娱乐圈, 商界同样撕, 王思聪第一时间转发了京东公司的微博表示关注, 还称是价格没谈妥。 然而事件还尚未明确发展开来, 王思聪就删除了这篇微博, 对此很多网友反过来调侃王思聪删博可是史无前例, 称王思聪总了, 也有网友猜测, 估计是被老王说了, 毕竟之前他调侃雷迅后发微博道歉, 并解释自己是被老爸说了。 此新闻一出,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刘强东的老婆张泽天, 张泽天因为一张手持奶茶的清纯照片, 在2009年火爆网络, 被网友称为奶茶妹妹。 2014年, 张泽天与刘强东的恋情被媒体曝光, 引起网友广发关注, 刘强东和张泽天。 然而, 这并不是刘强东第一次被卷入性侵事件。 刘强东卷入悉尼性侵案, 据纽约时报报道, 2015年, 刘强东在悉尼办的一场奢华派对之后, 一名女模特表示被派对上的人性侵, 刘强东没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, 也没有被控有任何不当行为, 但至法庭文件显示, 刘强东曾也可能让他的婚姻和生意受损害而由, 试图让这个澳大利亚城市的一家法院, 下令阻止公布他的名字。 然而, 他的这一努力失败了, 一名法官拒绝了他向法院提出的压制令请求, 澳大利亚媒体还是公布了他的名字。 被公布后, 听东发言人说, 刘强东对受害者表示深切同情, 对世界的发生深感悲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